开场18秒,西班农营就破门得分, 投后射手英格莱西耀斯打破将棘, 五柳的表现也非常积极, 第五分钟投球功能高出, 第八分钟,五柳将能站别哥, 洛特斯的六十里长床稳稳稳稳稳在脚下, 赢得全宜的掌声, 不过,身体对抗始终是五柳的软肋至少, 裁判是这么认为,上半场结束之前, 西班牙人的尤里斯敬之类, 缠导萨尔吉,瓜比奥拉, 主裁判罚点球, 杰哥,洛特斯力量狂澜, 将萨尔吉,瓜比奥拉的点球突出, 上半场,西班牙人和巴拉多利德打成一, 一平,五柳的表现相当活烈, 不过在对抗之中, 五柳没有伊格莱西耀斯那样强重的身体, 无法起半支点作用, OGBA数据显示, 五柳一次顺盟, 一次威胁传球, 两次通中终顶成功, 一次过人成功, 一次被侵害, 五柳的缺点, B就是对抗能力偏弱, 在快速反击之中, 五柳上可以用速度, 大发力骗过对手, 不过, 一对一在用碰撞之中, 五柳很难中剧胜风, 第二十三分钟, 五柳到前, 巴拉格利德的普拉诺, 撞到中国国家, 主裁就在附近, 但没有吹杂对方放弓, 反倒是吹杂五柳参攻, 五柳即夺朝就裁判大声道怨, 主场的西班牙人杰尼, 责任牺牲招待主裁派, 裁判认为这是合理冲撞, 客观上来说, 并无太大问题, 第三十八分钟, 李磊再次倒地西班牙人的铁路船中发入禁区, 巴拉格利德禁区内一片混战, 五柳用一次摔倒在禁区内, 浪见回放显示, 巴拉格利德的四号金科, 一次在身后击倒五柳, VIR介入, 但主裁并不认为这是点球, 五柳非常着急, 找手表示不满, 现场的西班牙人杰尼, 叫对方声牺牲抗议主裁, 第四十二分钟, 五柳第三次抗议主裁这次, 西班牙人的脚球发入禁区, 巴拉格利德一次有球员手球, 主裁判还是没有表示, 五柳一边拍打着手臂, 一边朝着主裁判喊过去, 但主裁第三次聚集委会五柳,